欢迎您收听快乐一战节目 今天还是请您继续收听 由刘里福先生播讲的民国时事传奇 白宗位坠楼 人家说话 有的时候话不再多 一句就能解决问题 这人说话是从哪出来的 思想 知识 谁也不是说话的把式 是吧 专门练说话 你得有那种知识 你说什么 上来一嘴的姓俏皮话 你都只能说俏皮话 对大逐流太难了 你遇上什么人说什么话 哎 社会知识 出一谱大老粗 土匪出身 想什么说什么 他没胆啊 没人拦他 哎 这句话说的可不对了 他老不过来了 张牧林那是心 什么心 我听好一些闺女 怎么心人呢 那有什么了 不行 年代不对 时代不同 那个时候 说婆娘去的 人家问他 这姑娘多大了 肯定是闺女 从一而终 说一破身了 那就不行了 你没法说清啊 所以张牧林说 我的闺女 听好一小闺女 破身了 我怎么心人呢 这是事实 一过二不过前 人家说了 检察官 他闺女 怎么来怎么去 我抬起头来 他这心都那样了 这大厨来的 惹的祸 厨一祸说了 你说他怎么破身 你都说 他说吗 多难说 旁边给打圆盘打不上 都办个了结事 那都办的 闺女呢 还有说的吗 哎 这一话给他 对了 你都说什么闺女 两个孩子 怎么着 谁敢不要啊 她的闺女 就可以随便了 谢谢个小 好 好 碰冰的 往旁边一听啊 小明 拜拜 过来 给独办磕头 独办收你 做干棍 你认干爹 赶紧磕头 你一看 这机会还不逮他 孩子老实 听话 叫干爹 干爹 给您磕头 行了行了 你赶紧 你赶紧 我这贵女 断黄了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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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独办 你有这种干棍 您还不高兴吗 日后的话 要给他找婆家 独办 这事您包了 我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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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别的 独办 即使您闺女 您给找婆家 您得给她点赔家 你还得给点赔底了 给啤酒 给啤酒 怎么着 这五百块 就这么一张嘴 说什么呢 原来说给二百块 谁想给五百块 五百块买锁四合院 行了行了行了 好吧 张文林哭都是个累人 若我一个人在这情况下 竟看自个儿得钱了 升官的 心里就平安的话 没有人性 独办 你虽然这么说 我 行了 我看 张教官 他 升为一等检察官 独办赔了五百块钱 任何干规律 以后独办给找主 临拼那曲 差不多 虽然 是这样 可是 让我 得了啥 别老想了 孩子跟我生活 他无精跟我 我们两口子 就一辈子就这一闺女 就因为我孩子 被大的人给见过之后 我的老婆自个儿上吊死了 现在您给我这么大的 补偿的话 我孩子跟我 一个爹带着 闺女 我怎么活呀 连个亲娘都没有 他脑子绕在这儿了 有的人光看钱了 看人几乎多少钱呢 所以我平常怎么说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把钱看的第一位 不是朋友 看人品 看人格 交往之后 困难之后 想朋友 有的人羡慕 人家好 人家趁多人 好几亿 好几亿分钱不给你 君子爱猜 取之有道 面对实际 你自己吃几万饭 自个儿知道 量力为出 一个三等的检察官 剩了一等 我满足了 老婆没了 孩子受委屈了 你赔我俩钱 管什么用 所以他脑子绕住了 旁边早就想到这儿了 他们弟兄最近不过 以后咱们还可以续曲 续曲叫什么 续仙 什么叫续仙呢 有人跟我说 续仙我明白 唱西部大国的 摊仙先断了 断了以后怎么办 你得续一块续仙 先得知仙 续一个仙惠的 很正常 但是 后娘不好当 我有这么一个 亲的不亲 后的不厚 后的你要把真心给她 有舍 有德 有付出 有回报 别怕委屈 咱这么说吧 后娘 亲娘的孩子 外部惹祸了也好 生气也好 批发气也打脸下 没关系 后娘回来 一样的事打一下子就不行 不是新闺女 实际是真心 怎么办 就得舍一方面 那真心对待 时间长了 她会明白了 电视上常发现那种事 养母最怎么怎么好 相对着来说 自己也是 不好处 有的时候就偏了 我怎么对待你 多好 我也是老个后娘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他打不着 做人男 然后怎么又编打卢花呢 说我给她娶个 娶个继母来 那我那日子不好过这儿了 尤其这么大的孩子 她对她亲母亲的恋着 一落伤在她娘的怀里头 这什么关系 不孝顺母亲的人 没法活 没法教 她对你多好 她不孝顺 她的爹娘 不能教 她连亲爹娘 她都不孝顺 她能交朋友吗 她不会孝友 说台上我这说的一嘴 人一道德 下来之后 我这 我要不是那样的 不然 变成说有激进骨 所以人们 不还早报呢 这个记者 昂贵那时候问我 说了一辈 聊斋了 你得什么经验 做人的道理 就是这么的道理 所以张梦林 心里难受 难受在这儿了 我老不上教死了 你给我钱 干嘛你给你漏过去了 以后究竟怎么找主的话 抬不起头来 彭斌在这儿 得了得了 孟林大 别让都办为难了 这个 你不就 怎么说呢 以后可以去去 怎么办吧 参门长那儿要说话了 以后你的家庭安排的话 都办可以帮忙 行行行 好吧 这个 老婆死了 配这个老婆 刘副官把你老妹去趋 刘副官站在身后 那是杨伯财的 身旁边的随从啊 闹着大红脸 杨似之调的话 我看这个事这么着吧 坐山说话了 明知道就是 都办事好业 你放心吧 这事 咱们晚上天不早了 该吃饭了吧 两下的迷糊糊 对对对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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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饭店里了客厅里难的饭哪不一句话来 一打坐来 足好开步以后 小家事都摆上了 吃这朝庚酒中快住 跟着菜子上来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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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在这吃了 院长这走吧走吧走吧 张沟林心不好受 还吃饭吃下去吗 董康凯不言语在哪呢 就去最后把他收口的这个 去那圆队的派 讲价的时候彭斌不能说话 让他说 他那时候急着不行 他就说让步那不行 他那行回他不行那怎么说 这这尺度 到吃饭去了 到前面去 来到前面 坐坐坐坐 来吧 这是想检查过的跪着 来 赶紧赶紧坐这 坐山会这 好来来来 让小民 谁都办这谁能拦啊 员坐坐好了 来吧来吧 喝酒喝酒喝酒 耍钱耍毛咯 但是张孟林喝不下去 杜小山这儿 这么办吧 叫小民是吧 小民 给你赶紧去镜中酒 那 太老实的孩子 这么大的饮酒壶端过来了 干爹 我给您 你赶紧来这 干 你看看我这闺女 多顺 我怪打出来 把你 咱们让一听啊 我这杜瓣 你还要说什么呢 把这 这个 给孩子拿枪 拿枪 这么说吧 杜瓣 您要收干闺女又给家中 怎么您这干闺女 您还得给点贱门脸啊 是吧 杜瓣 再给点贱门脸吧 给多少 那 你小妈来着 法院院长 手下领导的 一当检察官 彭冰 彭冰 啊 你还会说话呀 哈哈 你敢敢 杜瓣 我想 你坐下说 你坐 咱们让给兰眼坐下坐下 这件事咱什么也不提了 杜瓣 杜董事长刚才说了 不管怎么说 关上门了 咱们办这个事 他们叫一家两家 您多花俩钱 啊 您高兴 让张孟林 他高兴 让孩子也高兴 就完了 不是我在当中说 让您多花钱 您不买个高兴乐呢 如果不这样的话 您说 敌的话没说出来 这么的事叫真的不麻烦吗 多厉害 这话 啊 对对对 搞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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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怎么着 给那些公司 给张孟林 这个三冬家 生几东家 在这玩 给孩子 多钱来着 给一千块 一千块 一千块 就这样 马上给 哦 不带行 不带行 这个旁边参谋长啊 回头告诉 小姐的副官 把后子 司会长叫来 把司会长叫来之后 马上下个伟人状 结束之后 盖上大印 拿了支票 一千块 现大洋 一千块 盖锁楼啊 完全教他 彭币一看 钱也到手了 晚上撞也拿过来了 扶一扶一喝两中酒 然后我们来了 跟您告辞了 董院长把这伟人撞拿了 他就说三等 生了一等 哎 你们怎么着 哎 再喝点 吃点 不不不 麻烦一天了 走吧 送送吧 送他们出来 上汽车 就回去了 事总算是办完了 哎呀 哎呀 舵山打了开始 得了 都办 不管怎么说 这事 总算都办了 他们的话 他高兴不得了 等着 我赔了一千块 啊 我 我这妈扔了 赶过去 结个哪个 哪个 我这趁钱 跟他洗 我这个都办 怎么到底 我把你 打出了 在你那儿 别爽 杜小谈 你可是善人 这事太明了 说了半天 准之都上他那儿去 坐下山 清完之后 哎呀 主板 别着急 等他们走了 好吧 等了半天 不管怎么说 喝点酒吧 住这兴吧 吃完了喝完了 都收摊了 就算 在那儿去吧 在管子 关上门都好说了 别着急 我把他找来 好吧 奶奶几乎惹祸 怎么说 我告诉你 马上来啊 你不早来 我搞定 我 我给你挖不了 行行行 坐山出来 坐车 他回去了 回到男人堂 你去屋 这大厨里的在这儿 这又害怕 他能不害怕 什么样了 小三 你 你这祸中的都不小 嗯 怎么着了 什么着了 了了 了都弯了 弯了 你弯了 都弯得弯得了吗 一肚子气 啊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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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找你啊 我一家 我罗尔的鸡 他保证 你放心吧 我告诉你 去到净说好的 知道吗 没告诉你 管什么是一家人 你承认 不承认可不行 不承认他火大了 我保住你了 你保住我 你看 走吧 这个 告诉你们俩老是带着 咱俩别去啊 行吗 把那丁伍跟赵老哥在这 带他坐车子来了 来到都办公署啊 下车了 我说 你等会啊 我进去 我看看会儿呢 到后边 怎么着 都吧 早了 你小伙伯行吗 他害怕 是吧 你见面 他 他害怕怎么知道 害怕不见面的 让他来 让他来 我这劝了半天 别管怎么说 告诉他下回别惹 过得完了 这么着 他出来叫他 甭害怕 哪能不害怕 一进屋 罗二啊 他买着门 这坐着 他出来 你半天 哪里 这什么事 啊 弄他把法院 那个检察馆上这来 你到哪 你马上日过去 弄他把法院院长 他妈也找来了 啊 我问你 你说 是你干的不 你说 大爷 快跟二爷说好 你不是 你他哪里边 出于不计着急啊 看太恨他了 他小时候就不是玩意儿了 什么事都办了 到现在 他还不承认 站起来了 一站起来 他真一伸手 拉手枪 给一下子 下那自动跑了 来啦 谁敢 你看看 你看看 小三你瞧见了没有 二爷 他没地方去 上你那儿去了 上公关 他绝不上我那儿去 到公关了 怎么知道 他娘护着他 他娘在都公关 准上那儿去了 一眼识破了 果不其然 都办公关 在河北三马路 黄尾路呢 黄尾路一进去 过二马路 这脚上 那现在来说呢 过去有河北王后馆 王后馆一过去 二马路 那脚上 哎 现在可能改了法院了 何不去法院 那地方一片房子 那是楚都办公关 说他很怪啊 逃着他 说话坐车 说他一会儿去吧 将餐不展开 坐车那一块儿去了 来到都办公关了 这车瓦直接的开进去 到离不去 大足了 他进门的喊上啊 粗人呢 吓了个厨艺缝 咋握出来他 来到家他没敢见他娘去 夜天喊了吓他跑到娘那儿去了 他看见了 你拿枪 手里踢了个枪 一直跑到那宅 然后他也在屋里呆住了 就去晚上蹬蹬蹬蹬 咬咬咬 怎么啦 怎么啦 跑枪身后 咬咬咬咬 怎么回事的 你干嘛呢 你看老师又捧着我 老师又捧着我 出仆进来了 打出来 你出来 我捧着你 说我妈呀 老二啊 那是你哥呀 你干嘛呢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怎么才干嘛 我都没有 你干净事没有 我都没有 哼 这人还不成人 你怎么办事呢 你怎么办事呢